烤夜吃了… 封了兩年有多的政府燒烤場 這個星期終於開放了 自疫情以來 香港市民面對各種防疫措施 這裡不讓去,那裡有遺風 旅行又去不了,你也別說不屈門 難得燒烤場終於開放 很多市民已經急不及待 一家大小來到共聚天倫 大家期待,因為政府忘了 是嗎? 對,因為政府忘了燒烤場開放 暗時應該還未剛開放 對,今個星期才周末 應該下午兩、三點開始多 明天也會多 當然很開心,是嗎? 周圍都不讓人去 變得很壓抑,又不能旅行 變得稍後舒暢一點 幸福指數提高一點 現在人類好像也會少一點 還有些人可能不敢出來 我覺得以前比較熱鬧 忍了很久 忍了多久? 很少外出 是嗎? 對,幾年了 原本打算去比賽的燒烤場 但那些人又多 但這裡免費很多,很開心 少人一點 車位也多很多,容易拍攝很多 這次有多少人過來燒烤? 兩、四、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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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十二個? 十一個,對 十一個人 別騙我 不,大家都很清楚我的規則 當然了… 除了大人們 小朋友和老人家都是燒烤場的座上客 跟家人一起享受天輪之樂 他們也顯得很開心 開心… 為甚麼開心? 因為可以PVQ 是嗎? 我的年輕人這麼高興 當然來了 年輕人叫來就來了 還是一家大小,十幾歲 對,沒錯,高興 這是她的兒孫 今天10時多 10時左右? 這麼早嗎? 打算玩到幾點 看看他們有多少次走 不知道… 政府在11月3日起 進一步放寬防疫措施 但露營場地仍然屬於風控範圍 有市民表示 希望政府能夠早日開放 露營場地那邊 你們有留意這方面嗎? 有留意也沒用 有留意,她不開 那我的爸爸 那可否期待她將會開? 我當然希望她開 對,直播出不了 對,最好開 對,直播出不了 好